臨時消息帶你來看到 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早上帶領黨內的小雞們 一起到選委會正式登記參選 但你也看最新審查 還是要經過很多專業的團隊 專家學者的一些努力 才能夠把這些證件一一提出來 我也要藉此機會 感謝我所有的團隊 學者專家的團隊 進選的團隊 給我這段時間的一個最妥適的安排 能夠讓事情能夠做得更好 那至於我們要當選市長 那也要有強而有力的議會 給我們做監督提供相關的一些意見 那能夠才有做事 然後會做對事 把整個市政帶向一個更好的方向 至於我們在未來 還有18歲的公民權 是我們未來的一個希望 我們知道台北 我們要之所以自從台北 它是一個首都 首都必須要租入年輕人的活力 那才能夠做一個台北都市 所以這次18歲的公民權 我們要稍微讓他們過去好了 好 我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18歲的公民權 這次在我們競選激烈的情況下 它是代表一個未來的價值 所以非常期待各位 能夠在18歲的公民權 投下贈成票 讓未來的青年能夠掌握 整體的一個台灣的 台灣的一個希望 把事情能夠做得越來越好 我們走起來不讓民族 民族的一個人走 那當然是哪還是得了 民族 道帥 民族 道帥 民族 道帥 好 謝謝 那我想在公民權裡面 我再被這樣稍微干擾一下 不過我還是要強調 18歲的公民權 在這一次的投票是重中之重 也呼籲所有不分黨派 把18歲的公民權 呼籲自己的選民把它投下去 讓青年人替我們台北市帶來希望 那以上跟各位這樣報告 也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